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Kenny 今天探讨一下英国选科 及选科之后可以读什么课程 Kenny 我们很多家长常来问我们 究竟选什么课 读什么 我们经常都遇到的 其实我想问 譬如我是一个家长 例如我的儿子想读物理治疗 其实铺牌或者选科应该怎么选呢 假设我的儿子去读中四中五 OK 没问题 看回英国的学生 如果儿子现在是中四中五 其实去到英国是将会考英国的会考 即是GCSE 明白 我想问GCSE是什么 GCSE等于香港救济的会考 明白 是的 你知道香港这几年转了就是 就变成了中六一个公开性 GCSE 其实GCSE等于香港的救济的会考 在那里选科 开始还是怎样去选择 首先当然要在中四中五的程度 即是考GCSE之前就选科 如果儿子想读物理治疗 是的 想问你治疗是怎样呢 在英国的会考来说 我就比较建议读你的课 例如数学 明白 物理 化学 和生物 不过 不过 当他考完会考之后 英国就要算三课 哪时候短三课 就是读完会考 考完会考的课程 即是再升的A-level 是的 A-level 其实不是最多 不过正常会选三课 而这三课 如果儿子想读物理治疗 就可能要比较上是 主攻心物 法学 或者数学 明白 即是必修才能做到 其实也没有说是必不必修的 只不过 比较强烈建议你选几课 如果儿子又想读物理治疗 但是又不读生物科 行不行 可能读得不一样 又不喜欢寄生字 你知道生物科 比较长的生字 但又很希望儿子 读物理治疗的大学 行不行 如果你说不读法学 也有机会可以 但是生物 基本上可以说是物理治疗的 必修复 明白 明白 那反过来 简科方面 是否有制肘 如果读某些特定的 将来的科目 在大学里面 绝对 举个例子 你刚才说物理治疗 生物基本上是必修的 但是数学 或者是法学 那些 就不一定是必修 不过比较强烈建议 你会选择 也会选择 例子 比如你读工程 大部分人一定会选物理法学 但是 Furder Maps 是否一定要选择 即是富家数 是吗 不一定的 不过都是强烈建议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是的 但是比如你没理由 读BiOp 你就可以去读工程 那基本上是 哦 即是不符合 明白了 那其实 我经常听家长说 告诉我 Stephanie 是不是英国的数 比香港更容易 其实Stephanie 你是专业教的学生 你学术方面 那么多年 都 那些学生 你都帮我们去补习一下 你觉得 是不是真的家长 一般香港家长说 香港的数学 比英国更难 甚至反过来说 是英国的数学 比香港更容易 应该这么说 以前来说 我仍不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始终 香港一向的要求 都是高一点点的 自从香港改制之后 变成DSE OK 香港的考试 DSE 只是中六程度 但是英国 如果说高考 是去到中七程度 所以 其实如果你说 用英国的高考 和DSE比 其实怎么都 英国深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用英国的会考 就是GCSE 和DSE比 又是DSE会深一点 嗯 明白 就是DSE 就会深个香 英国的GCSE 会考班 DSE是深个英国的会考 但是 DSE比英国的高考 哦 好像英国的高考 那会不会到 那些学生过英国 例如说中五 读完中五香港 去涵接英国的A level 涵接不上呢 他又未考DSE 那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始终呢 英国呢 中五程度 嗯 其实呢 和香港的中五程度 是有分别的 是 哪方面 可不可以具体说些 因为我都知道 你其实之前 在英国读过书 那也都在 花花回流 回来香港 大学毕业 读营养 那 有没有特别大的分别 可不可以具体说多些 给一些家长 听 或者同学听 所谓的不一样的东西 是深一点 如何深发啊 或者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原来的考试模式不一样 或者问的文题不一样呢 明白 先说 嗯 我用高考来做例子 好啊 用高考来做 那个内容 嗯 一定是比香港DSE 嗯 他们覆盖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英国呢 就会比较 一些实验的技巧的问题 嗯 香港呢 就比较叫死背重一点 哦 就没有那么多灵活变通的问题 嗯 就是大家教学有少少模式 都不一样 那课本会不会 那些题目都很大出入的 其实都有出入的 例如呢 可不可以多给例子多一点 嗯 譬如说 英国会比较上 理科 不要说数学 无论生物化学 或者物理都好 就是比较上是 应用多一点 要明白 而不是闻到那么 那么刁难 刁钻去考的一件事 嗯 嗯 但是答题方面 你知道香港都比较 盛行一个叫做 影子教育啊 贴题目 甚至是技巧性 而英国读书 需不需要这样去 即去英国之前读书 需不需要一些家长 去准备 補一下课先 才去英国 还是要特别的课程统 那么会特别的参考书 去应付英国的考试 甚至教育呢 我想呢 都需要的 因为其实英国呢 最近呢 其实就改了制度 嗯 那么 所有东西呢 其实本身已经深了 是的 所以就现在都很多学生都 或者家长都押救命 咦 为什么会那么难呢 Candy啊 其实我想请问你呢 刚才你提及到 英国的高考呢 比香港DSE的课程深一点 那也都是有个技巧 甚至考试的模式都不同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如果一些家长都希望有意愿 或者送一些学生或子女 过英国读书 读A level 就是中六中七 那有什么准备 有什么准备 有什么准备呢 或者是有什么课程 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给一些小小的提示 分享给大家知道 哦 那首先看回DSE先呢 DSE呢 其实考的模式呢 是比较可以说 就是历史 在香港一向逐自失的了 是 英国就比较少一些这些东西 是吗 直接点问 什么意思 香港其实比较是揭提形式 哦 但是英国呢 根本上是各样多问 各样多问 就是覆盖性多一些的 就是问的层面比较广一点 明白 是的 还有英国会比较着重于一些 可能你实验 做完实验 你怎样利用些数据去apply 到那份卷 但是香港这一方面 可能比较问得少一些 哦 就是没有这么注重 是的 那如果家长去送个小孩出个读书 又要读高考A level 那有没有香港 就是他需要准备 或者有些什么令到他 涵接得上呢 去到英国的时候 就算你读完DSE也好 那怎么也会有一个 课程的不同 就会辛苦的 我在想 哇 我刚才说中和中七呢 我去到中和中七呢 是 那如果你说要准备呢 其实英国呢 是有书 亦都有Revision 可以给你 就是可以建议 可以 那些家长 透过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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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Revision 所谓的 K精书 或者一些参考书 去英国 讀書支持 准备一下 但是 这些参考书呢 是可以买的 但是呢 其实 用这种的 鸡精书呢 其实另外呢 都是要提回书的 因为鸡精书呢 第一次看是看不明白的 因为其实它是精华重点所在 那就是要买些书呀 其实呢 你说要买书呢 我觉得就不用说买太多的 但是就 我想 或者可以上网 叫它看一下资料 因为始终英国有不同的考试局 不同的考试局 都有少少的分别的 那我觉得 可以叫家长或者学生做少少的资料 看一看 那这方面 是不是可以问到学校罗呢 都可以查证到 是的 绝对可以 那刚刚刚也提到 你提醒了我 英国呢 不论会考 或者A-level 都有不同的考试局 那哪几个考试局 或者香港人都 讲一下少少给家长听 和学生听 那其实英国呢 就不止是一个考试局 是 就是比较出名 可能AQA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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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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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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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香港的學生,我有時都很頭痛,我們面對學生的個案是怎樣呢? 就是讀中文中學,就要去英國升學, 就因為香港所謂的英文校都試用中文教, 甚至叫做英中,但是有些不是精英班,用了中文書, 我們都很頭痛於這個個案,你去幫學生補習,或者去教導他們的手, 那這些學生怎樣處理,或者怎樣建議去英國之前,怎樣幫到他們, 或者怎樣令他們加強學術方面呢? 我想這類型的學生,其實是各課都要全面去加強他們的知識, 是嗎?他們化學時用中文,那怎麼辦呢? 是不止法學,是無論,可能假設學生也會讀比方, 數學、法學、物理、生物,全部都要加強,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是… 怎樣加強法,可以具體一點說嗎? 要全部重新學過,而且… 什麼?重新學過這麼大件事嗎? 是的,是的 就是將中文書去變成英文,就是中文的法學變英文, 從中文開始去學習吧? 是的,根本上是全部由頭學過了, 是的,你當他們一張八字,基本上是… 嗯,就是需要外面找一些老師, 再幫他們將他們調整, 轉了由中文變英文來教法? 是的,本身可能香港和英國的教育模式, 那個答題技巧都有些不同, 另外他們還要追上語言的問題, 所以呢,比較好的做法就是由頭, 其實我們都老心常談,經常都建議這些家長, 如果都打算去英國去出國,或者不要來英國, 美國加拿大都好,澳洲都好, 盡量應該就不要遲過去國外讀中三, 因為如果太大的中四中文來考會考, 甚至A-level來講,而讀中文學校, 中文課本都幾頭痛啊? 是的,其實越小去是越好, 另外一方面,你說本身兒女女英文不好, 但是越小去,到時慢慢在一個針得下就變得很好。 但是他們的過程都是吃力的, Candy Sir, 那他們怎樣去銜接, 怎樣去鼓勵他們的學生, 怎樣去多看哪方面, 或者怎樣做什麼exercise會好些? 那剛才我都說了, 其實坊間都有一些說, 是英國的C-bus的練習, 絕對一定要買那些補充練習, 明白。 另外一方面, 他們就要忘記了香港讀書那套的老師教學教學。 怎樣忘記? 他說的話忘記了嗎? 因為他們在香港是用中文去讀, 其實你帶著那套中文的記憶, 去到英國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所以意思是, 如果在本地香港學校上完課之後, 回去都用本有關的習作, revision guide, 或者有英國課程的書, 作為參考, 這個字等於這個英文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也有學生, 可能在香港讀中文的生物科, 我教他們基因, DNA, 他就跟我說, 去養核同核酸。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我要教他們, 其實你背著中文的意思是沒有用的。 要記著英文的意思, 這是一個方向。 另外, 有什麼都不是容易, 一朝一夕, 除了買些參考書, Kenny, 你覺得還有什麼可以幫助學生, 在這方面涵接到英國學校的課程呢? 我想呢, 他們買完的練習之後, 可能找專人幫他們補習, 就是度一下補一下課程。 是的, 但是他們, 學生自己本身, 都要明白這條路, 不容易走, 要很努力。 都是常常說, 我們早一點, 有計劃去出道, 都希望不要遲個中三, 讀完個中二, 過去讀中三, 是嗎? 都會比較理想一點。 其實科目方面, 有沒有特別的邊科難一點? 有的, 其實。 邊科可不可以講嗎? 如果你說, 理科來講, 一般香港人的看法, 一般香港人的看法, 物理會比較難一點。 為什麼呢? 他們會覺得, 英國那個物理呢, 不像香港那樣, 很多數計, 他們物理呢, 又要學物理的歷史, 又要怎樣解釋一些實體, 就會多很多解釋, 或者理論性的東西, 多於計數。 明白,明白。 其次, 有沒有哪一科都很難讀? 其他學生給我的 feedback, 有另一科, 就是實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太多英文業本。 哦, 是呀, 我上年都是讀文科, 都讀了太多野技, 就令到我都不去選醫科。 除了醫科, 在講的science, 難讀的科目, 可能都是history, 是的。 比較popular, 是數學, 或者雙科, 那些都會多人選擇的。 History, 就比較少人選擇一點, 因為相對地, 要英文很好, 才可以同時全體。 明白,明白。 明白。